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我对佛法非常感兴趣 也愿意接受佛陀智慧灵光的熏陶 平时为人处事 也是尽量按照佛法的要求去做 只是佛法修行中繁文入节太多 不住又怕佛法怪罪 许多初学者和年轻人 就是被挡在了繁多礼节的门槛之外 望而却步 目前很多修行的人 非常注重行识的隆重铺城供养 认为行识礼节多了 佛陀就会降伏 请问法师 居家的人注重修心修德修实之内容 不注意行识礼节可以吗 有时候进誓愿不行大科大败的礼节 佛陀会降罪吗 佛法是智慧 是觉悟 它的实质上是求智慧 但这些可能倒是原来会有这些规矩 清规 各种礼节 这是由于我们平时很少接触这些 就一到这里就觉得规矩太大了 规矩太大了就受不了 实际上我们去礼拜佛陀 包括对自己 对三宝进行恭敬礼拜 这是对自己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有个很重的烦恼 就是我慢 我们的乞丐是跪不下来的 但是你能跪下来 就是降服我慢的重要的手段 你能谦卑下来 就是一个很大的涵养 所以我们礼敬诸佛 十大愿望第一谈礼敬诸佛 不仅是礼敬过去佛 现在佛 而且还要礼敬未来佛 以平等的心礼敬未来佛 何为未来佛 我们日常遇到的所有的众生 都是未来佛 我们要把这种恭敬心提起来 你就在修普贤十大愿望的第一 第一科目 为什么把礼敬诸佛放在第一 敬 恭敬 恭敬就是佛性的表达形式 傲慢就是凡夫的深重的烦恼 有平等的恭敬心 我们的心量就打开了 所以你不要仅仅看着它是一个形式 这种形式上的礼节 是具有着深刻的含义的 我知道文化人 读书人是很难 很难会拜下来的 我也有这个体会 原来我尽管学佛 学了很多年 我都拜不下来 对佛像可以拜 对一般的出家人实在是拜不下来 这个乞丐非常硬 我记得我还是1997年 在云门寺进行方便闭关 出来见佛园老婆上 我才第一次向出家人敬礼 这已经是我学佛的七八年了 七八年都跪不下来 但跪下了一次以后就好跪了 所以跪拜是我们那种涵养 是我们那种很好的修养 但如果你拜不下来 佛陀也不会生你的气 也不会给你惩罚 佛陀虽然不惩罚 但就怕护法神可能会生气 我对佛教福师很感兴趣 很想从审美美学的角度 来分析佛教福师的审美内涵 你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深入研究吗 若可以从哪个角度 或者怎样度手比较好呢 期待你的解答 佛教的福师实际上就是三仪 五仪七仪 和这个总的都叫这个袈裟 袈裟就是出家人的法服 又叫这个坏色衣 实际上出家人 它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 它是缝起来的 像福田衣哦 像田的这样的形状 然后它不能用正色 它是坏色 混合色 那这个早期的袈裟什么 那都坏色衣 包括分扫衣 佛住这个衣 只是没有从审美的角度去谈的 那么这个袈裟是代表佛教的床项 一定是一看是一个修道的一种颜色 它不会像世间显得正式很华美 很华彩 往往它要黯淡 要平实 那么像我们现在穿的衣服 包括海青什么 这都不是佛教的术式 海青是我们 因为佛教从汉代传过的 那是汉代人穿的这种衣服 就叫海青 那主要还是那个大的七衣 是佛教的服饰 你可以研究研究一下 可以 但对于世间的这些服饰 不一定会有很大的借鉴作用 因为佛教的这个服饰 它还主要是从法上 简朴 平时的角度去施舍的 藉由我们的知识结构 和据学和据马哲 辩证文物主义的思维方式 我还是不能相信三世和六道融合 但是我来参加了夏令营 因为我深信英国报应 我试着把因果建立在 子孙三代 五代七 八代基础上 三十年合东 三十年合系 一个人一生的七八十年 甚至一百年 一般能经历的祖父自己 儿孙五代 甚至七代八代 这样来看因果报应 基本上是献报 这样对社会是否更有说服力 更具意 现实力 我们说佛法与世间法相容 那也应该是开放的 能包容其他宗教吗 如果明年我带外国洋朋友 来参加夏令营 能接他吗 确实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 唯污主义 这个思维方式 它主要是谈一世的 是很难相信 过去现在未来 和六道轮回的这些 可能长期以来 我们都把这个三十英国六道轮回 作为封界迷信去对待的 但这三十英国六道轮回 确实是佛陀 所限量清正的宇宙人生的真理 你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它是铁德规律存在的 不是说信者有不信者无 不是这个 你不信它也存在 只不过是你很顽固地拒绝而已 那么你把这个因果法则 可以用世间的家庭来看待 这是一个角度 可以的 周易就从这方面来看 极善之家必有余庆 极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你祖宗是极善的 他的子孙就会发达 这里是余 余秧 余秧的当下实际上就带着正庆正秧 他的善恶 一个人的善恶 因果报应 首先正面的是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 多余的是给祖孙后代 那么 以路说 祖宗是有德了 他有实事的德行 就有实事的好的后代 保持他的家族的兴旺 有五代的德行 就有五代的好的子孙 来保持他的这样的一个兴旺 像周朝八百年的天下 他早先可以推到古宫谈父 更早的祖先那个地方 是杰德德很厚 才会像王继这样生了一个圣人 周文王 这个圣德下来 所以一般的子女跟父母之间 他的德性基本上是相接近的 你要投身到富贵家庭 你一定是有一个相当厚的德性 才能投身到富贵家庭 要么你的德性不够 富贵不够 你是那个门槛卖不进去的 他那个就好像开了一个 你的父母开了一个很大的 很富丽堂皇的店 你没有钱 你是卖不进去的 所以这里面 子孙后代的这种因果富贵关系 也都是基本上是这么一个规定 所以这些你只要看看一看 都会看出这些门道 那么佛法和世间法确实是相容的 佛法不离世间法 这个佛教一定是开放的 所以你明年带外国的洋朋友 来参加夏令云 我们一定是很欢迎地接纳 不仅参加夏令云 我们的闭关中心 都是面对老外开放 曾经有德国人 有美国人都来念过 念过我看他们还 谈皮肤的时候 还说 哎呀 我看到光明啊 这个佛光 看到佛光 感到很惊奇 一个德国人说 他念佛看到了佛光 好 关于因果论 四川地震中伤亡无数 这一果是他们共同的吗 另外现在人口在远古 与远古时代相比 已有很大的增加 是否说明六道轮回里的一切 也在增加 生命的真谛 在佛学中有了解释 那西方极乐世界 就不会有无名了吗 他们的真谛有大呢吗 佛学是否给我 消极厌世之感 那世间人能够 能否积极生活 怎样积极生活 请给点建议 因果论 有别也有共业 当在一个地区 发生大的灾难 或者地震 或者水灾 或者温粹 或者火灾 导致的这一片人 大部分人的死亡 可以理解为 这个地区人的共业俗感 共业里面有别业 你看正好比如像唐山大帝圣一样的 或者文川大帝圣一样的 而那段时间正好不该死的人 他出差出来了 该死的人 他从外面都出差 到四川文川去出差 在那里遭了一难 这里好像是偶然的 偶然里面有必然 众生的因果 孽力不可适宜 那么现在人口增加 好像是有很大数量 但是人的数量毕竟还是少 你跟天上飞的 地下爬的 水里游的动物相比 人的数量还是少的 那人在这段时间当中 人数增加了 因为这个六道里面 哪一道里面都可以到人道里面来 或者是从天道里面来的 或者上辈子是从人道里面来的 或者他是从畜生道里面来的 所以你只要观察每个人 如果你了解他的习性 都能感觉到他大概是从哪一道里面来的 西方极乐世界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了 我们在这个世间 有见货 私货 成杀货 无名货 这种叫通货 别货 具足的 那么我们在这世间 是返劳俱足的凡夫 以信愿辞明的力量 感同阿弥陀佛的愿力 可以代耶往生 横超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虽然我们也有无名 也有见或失或 但在那个地方 只要一去 就是不退转的菩萨 虽然你见似乎没有货 没有断 但是阿弥陀佛果地上 给了我们很多的功能 让我们的身相 都像佛一样的 三十二相八十随性号 子谋尊尽射 让我们具足六种神通 让我们远离我执 我所有的这种边界 身界 然后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 接受熏陶 每天听闻佛法 所以我们那边的烦恼 就不会起现行 虽然有三高道的 涅滴种子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三高道的失色 所以这个涅滴种子 就会在那里枯萎 就是虽然有因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没有那个缘 没有让你起现行的缘 但是他有让我们断烦恼 破无门正佛性的 这样的佛缘 强缘 所以在那里就能够 菩提道上有进无退 快速地得到无神法人 快速地得到一身补助 快速地圆成佛果 无名虽然有 但无名很快 被阿弥陀佛的光明 所说破 破无名 佛学给人好像是 消极厌世之感 但这种是表面上的心态 是由于佛法有个智慧的观照 世间人士把一切外面的五一六成 看成是很真实 所以他就所谓的事业心 所谓求发展 所谓求成功 这个卯住进来追求 好像他很积极 但是这种积极 实际上导致的结果 却是灾难 他在这个积极的过程当中 由于是夹杂着他的我质的 他的烦恼的 所以这个过程是充满着恶业 最终是到三个道去 那么佛法 懂佛法的人 是关照世间的五一六成 奴猛奴患 苦空无常 所以对世间这种虚幻的东西 他不执着 但是他会寻求 一种生命真实的东西 勇猛精进 所以他只是一个目标 转换了而已 世间人是追求世间的公民力度 那个佛教徒 是追求他自信的佛性 那从这个目的感觉看 最大的动力还是修道人 你看我们在寺院 大家的每天是四点钟起床 你在世间有这么积极吗 可能大家在这里 几天咬咬牙还能过去 那个出家人可是 一年365天 一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 冬天下着大雪 谁不想在温暖的辈子里面 多睡几觉啊 多睡点时间呢 但是到点你必须起来 他为什么 甚至还有夜不倒单的 勇猛精进呢 这能说是消极吗 而且他也不厌世 他对于这个世间看得太透 对这个世间在成人当中的众生 有大慈悲心 要拯救他们 但要拯救他们 自己要成就哦 要圆满菩萨道哦 自己的福德智慧上来了 正得无神法忍了 还要到这个世间来度众生呢 每天要发这个菩提愿呢 你看 释迦摩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 已经八千次了 他是厌世吗 他厌世他早就不想来了 这个世间还有什么呆的 这个经典当中讲 这个严佛提的众生的臭气哦 慧额臭气 上冲到天上都是四十万公里 那么大的臭气 天人都爱干净的 都捏着鼻子赶紧跑了 远离 但是佛这么清净的人 人天中天这么清净还要过来 佛都要过来 这些天人也没有办法 他也要跟得过来 积极拯救世人呢 所以我们世界人 他的一种迷惑颠倒 认为他所积极的人生 追求幸福的人生 恰好是负面的东西 所以常常有个比喻 飞蛾复复 那个飞蛾何尝不追求光明呢 追求幸福啊 当时他奔着那个火去的时候 自焚哦 奴传土俭哦 那个传土师 何尝不是自我实现 自我保护哦 然后把自己捆绑住 被人一阻就阻死了 我们众生追求幸福 所谓积极勇猛 都是这样飞蛾式的 船式的这样的一个秘密 所以还是要真正获得 积极的 精进的 光明的 向上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 唯有在佛法当中 才能给予 有一个问题 想请开始 我看一本书上说 当你观察一个物体的时候 会发现其实它是没有的 当我们观察自己的心灵的时候 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心灵也是不存在的 我想请教 当我们连心灵都不存在的时候 我们能用什么去感受呢 你这挺问题提的不错 当你发现自己心灵都不存在的时候 你就开悟了 你也能够接禅宗的衣钵 这个禅宗第二代祖师 中国第二代祖师 慧可呀 他就是密心了不可得 就是发现心灵不存在了 达摩祖师说 你可以了 智慧可以得衣钵了 问题 问题就你早来早去还是心存在 当你发现自己的心灵不存在的时候 你的佛性 法性就现前了 你老执着心灵是真实的 你的佛性 你的实相 你的般若就隐没了 明白这道理吗 好 弟子对寺院做金禅博士 颇有不解 先来获道吧 先来获道 放在后面 以消灾朴佛为例 一般大寺院的收费都在千元以上 于是引发很多世俗人的机械 认为是一种炼财的手段 仅仅详细开始始终的生意 如果朴佛消灾真的很灵 为什么要设置如此高的收费门槛 而将广大的穷苦众生拒之门外 一堂朴佛的功德 回向给一个人也是回向 回向给多人也是回向 为何不多写几个名字 使更多的人得到利益呢 一般真正诗卷 不会把金禅博士作为炼财的手段 但是我们会有些朴佛 朴佛首先你的要了解 佛菩萨是存在的 佛菩萨慈悲有求必应的 所以无论是消灾严寿的朴佛 还是超度的朴佛 你只要有针对性的去做 而且具有戒律精神的出家众 来真诚地去做 是有灵验的 如果没有灵验 大家不会随意地把钱交出来 骗了一次不可能骗第二次 为什么长距离他心甘情愿地拿钱出来 就是他灵 就相信这一点 第二呢 社会门槛高 你要知道你在做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 你这份钱不是说做一个买卖 你是请这么多出家人 在做一趟这么慎重的佛事 你做一点财布施 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那么这也不是誓愿所需要的 因为我们比如说东宁是朴佛是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实际上分在一个比丘身上 就是三块钱四块钱 原来是分四块钱 分四块钱的结果都是不够 我们常做还要贴 贴就不好意思了 所以就还要降低到就是三块钱 你给出的这一千块钱 直接一个比就是这三块钱 他难道就是非要你三块钱来扶肚子吗 但是你对一个出家人有三块钱的供养 跟你没有他的心里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说 对一个寺院的普遍度来做这个事情来说 这是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当中的 但一旦是有穷苦的众生 一旦他交不起钱 而且确实也住 我们不会拒绝的 我们是跟他合一免费的 但问题是很多大部分人 对这一千块钱 不一定就是拿不起 所以这个 大概不是成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东宁寺都不住进餐佛事 只是住点仆佛 而且仆佛我们都是在六斋日来住 平时我们都不住 消灾严寿不可能天天跟你住 住了耽误大家的休息 我们就在六个早上来住 集中起 所以如果是你个人行为 你可以发挥大的菩萨性 那对于寺院的一般性的常规 它自古以来都是这个样子 我们也不好去破这个地 但对于个别的有道恨的出家人 他自己针对有缘的重症进行回向什么 他不会提任何经济上的要求 我是一个对佛教从未真正接触过的学生 经过几天的夏令营 让我对佛教既有了一定的了解 也产生了一些困惑 困惑 佛教是什么 对人有什么作用 佛教经常讲到前生后世 我觉得很虚幻 而且每天念阿弥陀佛 我认为除了锻炼人的坚持毅力之外 并不能净化心灵 也感觉不到阿弥陀佛提升人生境界的力量 只知道为念佛而念佛 师父 我认为佛教教人千非千浪宽容博爱 这是一种创造的快乐 同时又培养人面对灾难痛苦能力的工具 这些都市普世价值也是常识 你产生这些困惑 这也是正常的 如果你一上来从来没有接受佛法 一上来你就对阿弥陀佛具有万分的信心 一往前生 我们倒要看看你不正常了 所以念阿弥陀佛 这个法门叫男性之法 而且是一切世间极男性之法 你真正对阿弥陀佛的名号产生了一种互动 获得了一种信息 那你整个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你内心都充满着无限的光明 无限的伐喜了 但是先从锻炼意志地开始 为什么我们念佛念得枯燥乏味 不仅是你刚接触的 就是信佛多年了 天天念佛的时候 也会念得枯燥乏味 如同脚纳 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众生 烦恼非常重 当我们念佛的时候 不是昏尘就是调集 就是妄想杂念 我们的心跟这个弥陀的名号 产生不了互动 是水和油的关系 或是水卤交融的关系 所以这个油飘在的水面上 油下不去 所以我们就觉得念得没意思 然后看看时间 怎么还没有到时间呢 好累哦 实际上你们也就是念一个来小时 最多念两个多小时 你知道我们东宁市人 每个月会有一次24小时念 连续24小时 那你就更麻烦了 赶紧要淘子要要了 但是尽管你现在是水油关系 还都不到心里去 但这句弥陀名号 万德红明如金刚 你只要念了几个小时 就是金刚种子 在我们的内心世界 阿纳耶士里面 就剥下了一个种子 迟早这个种子 会有出来的一天 会有你感觉到悲喜交集的时候 前两年有一个营员 他就谈体会 他就念这个名号的时候 他真的念到了 原来我们夏令营开始 第一天是 第一天就是16个小时念 念得很累 我们现在为了也朴实一点 这个普罗一点 就不敢这样做 因为毕竟少数人 兼着16个小时可以 如果像你这个困惑这么大的 那16个小时怎么办呢 那就很难坚持 所以为了照顾这些 有困惑的人 我们就分散 念个一两个小时 两三个小时 但是16个小时念下来 真的那位同学 他产生了感应 他觉得 他又找到了组织的感觉 找到了组织 这个就不一样了 他的人生 安心立命 在这句弥陀名号当中找到了 实在来说 世界上一切 我们的文凭学力 知识技能 都不能安顿我们这个躁动的心 唯有阿弥陀佛才能安顿 所以你一定要在这方面 要像咬定青山不放松一样的 要在这句弥陀名号当中 获得一种信息 获得一种安心 获得一种安乐 获得一种超越 这是人生最光明的一个途径 希望你不要错过 我一直很困惑 人生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 我也很难让自己 幸福 往生和成佛 你能给我一点指示吗 这就是 消我一劫颠倒想了 我们无量间以来迷惑颠倒 不能智慧地观照 人生存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 确实我们不了解 就好像我们坐在这个凳子上 举不起这个凳子 自己抓起头发 不能把自己揪起来一样 这是我们自身认知上的局限性 那么我们要相信佛陀 他是一些种制者 了解宇宙人生一切 他是具有大慈悲的人 能够把我们这些苦难的众生 看成等同一子 所以我们要以 相信佛给我们的开导 来解决人生的目的和意义问题 所以要佛的之见 才能树立我们人生真正的目的 我们靠逻辑思维 靠这些都永远不知道的 那么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了很多的法 释迦牟尼佛指引了一条 让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成佛度众生的道路 释迦牟尼佛不断地说 我们一些众生具有佛性 我们在自信理体上 跟佛 跟释迦牟尼佛 跟阿弥陀佛是平等不二的 只是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以他的本觉 生起了他的修德 他最后断烦恼成佛了 我们也要完成这么一个过程 首先相信自己本具佛性 能够以这个佛性 生起一种念佛求往生的愿心 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 这确实是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人生难得 我们常常把这个人的生命 看成是很低贱 只是一辈子为这个吃喝住行 欺而足你去奔波了一生 实际上这就等于把人的生命 这个魔女宝珠换了一个唐佛罗词一样的 糊涂生糊涂死 永远不知道人生的目的和价值所在 又轮回到三个道里面去了 什么时候再得人生 那就又是多少结落 所以我们虚心地 恭敬地聆听佛陀的开始 以佛的之间来转我们凡福的之间 慢慢地我们从养性变成了智慧的性 我们才能够录到佛法 佛法大海 性为能录 你的信心是录佛法的先救前提 换句话来说 你的怀疑就使我们永远在佛法的门槛之外 不能接受佛法的训习 不能去学佛修行 这一生可以说 都是做一个亏本的买卖 我是一个学习美术的学生 读的是中国话专业 尽情你解释 研习佛法 潜心拜博 对学习国画的影响 怎样得到这方面的智慧 如果不被世俗的黑暗属污染 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都被 被制人左右的环境中 学艺术的 尤其是学国画的 这些都是要有慧根 艺术的细胞 审美的眼光 那确实 自古以来这些艺术家跟佛法 都是很有姻缘的 国画那种 那种心灵的展示 那种简单的线条 淡淡的色彩 就能把最深邃的心灵上的 那种审美的意韵表达出来 中国的国画是智慧的表达 所以我们学习佛法 正好是开现我们的这种智慧 智慧从哪开始 还是从界定会开始 一般搞艺术的 可能是有点放浪行嗨 好像不拘小节 实际上我们的 一切众生本具佛性 就是由于我们身口一山焦 这个邪尾 散乱 所以使我们的佛性不能现前 那么 慈戒 有人觉得慈戒很受约束 实际上慈戒不是受约束 慈戒是解脱我们的 他约束的是我们的烦恼 解放的 解脱的是我们的智慧 是我们的佛性 所以一个学佛的人 首先要三归五界 归佛 归法 归一身 得到一种依托 然后杀到淫望酒 要去去做 通过慈戒 我们的心稳定下来 静定 静定呢 由于我们原来的心 像水一样的 被这个 被这个无名的风 在激荡 我们又有烦恼的泥沙 每天都是 啄浪 滚滚 现在我们的心 通过慈戒 把它稳定下来 这个泥沙 就会沉到底里面 那么 面上的水 就比较清澈一点 水清就约泻了 所以一定要有 静定的工作 有禅定 才能开发智慧 这个智慧不是 新意识的那种 四字冲变 不是狡诈 而是我们 自行本具的 般若智慧 那种能够限量 透视 宇宙人生 本质的 特点的这样的一种 穿透地的智慧 你必须要有这个 那么这要通过 借定会去做 但是 借定会三无诺 许有可能 我们也觉得很困难 但从三规一开始 然后你就老实念佛 念这句佛号 是开发智慧 最好的方法 每个人是需要智慧 实际上我们很多 都是散乱的心 散乱的心 智慧永远离我们很远的 那通过念这句佛号 这句佛号里面 能够使我们散乱的 百千万亿个妄想杂念 归到这一念 这就龙万念唯一念 然后这句佛号里面 有阿弥陀佛的智慧光 阿弥陀佛果地上 成就的智慧光 作为本之境 能够带起我们 自信本具的智慧光 这叫子光和母光的同意 和合 这个 当我们念佛 念到跟这个佛号 打成一片的时候 实际上阿弥陀佛的光明 就在我们身心 完全浓化的时候 这时候你对事情 对事情的那种 绝照力 就会大为增强 你的我们深层次的 那种审美的原型 审美的原型 这个 波拉图他也谈到 这个善的本性 审美的本性 是一些众生本具的 但在一个 瞬间 我们审美的原型 使我们的心灵震动了 就把这种审美的意识 给它激活出来了 当这个审美 被我们 审美原型 被我们激活出来了 这就成为我们 作为一个 学艺术的一种 审美的能力 它就折射在 你的创作里面 你的格调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 这个画 心如工画师 能画种种五蕴 我们的外部世界 我们的身心 都是我们的心画出来的 你现在你的作品 也是你的心画出来的 所以你的心的品质 到哪个程度 你的画的表达 才能到哪个程度 所以 学好佛法 有利于你的 专业水平的提升 世俗的东西 诱惑很大 现在搞艺术的 基本上也都快成为商人了 话一后话就想到 能卖多少钱了 甚至找个托儿 故意拍卖得很高 然后现在都成了那些 所以这些人都在一个金钱上去计较的话 他是很难解放他的心灵的 要知道艺术家还得要有一种安平守道的这种心 纯粹的艺术 可能是要远离那些过于商业化的操作的 那么现在我们对艺术家最大的一种挑战 就是上一环 金钱 再加上女色 如果你在金钱女色能够关照她自信本空 不为她所诱惑 心比较稳定在佛号上 那你在这个环境当中 才有可能成为一朵出无你而不染的莲花 请法师讲解西方极乐世界 读佛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 如果所有的众生都成佛了 佛菩萨的生活又是这样的 你要了解这个看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法国 一看那些佛菩萨的日常生活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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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用语言来表述了 我们讲自信涅槃 具有藏了我尽的士德 但是现在涅槃的士德 我们一点都享受不到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就完全展示着涅槃的藏了我尽 无有众苦但受极乐 没有生存上的压力 没有为工作为面包去 为房子去奔波 他念头一动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那你想想是 这可不是讲神话咯 你想穿衣服 念头一动 什么颜色的 什么款式的 而且都是七宝的衣服咯 黄金的衣服咯 你想要什么住的地方 哪要住这个钢筋水泥的东西 还要一辈子住房炉 贷款住房炉 那天念头一动 你想用什么黄金的物质 白银的物质 琉璃的物质 七宝合成的宫殿都有了 想要什么饮食 就有什么饮食 开始一看 觉得哎呀 这是讲神话咯 但是高科技 爱因斯坦的质量质变定义 能够全习这个 爱因斯坦的质量质变定义 1等于mc平方 这个能量等于质量mc 就是速度的平方 质量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桌子 是质量 质量 是必锁了的能量 所以这个桌子实际上是能量 只是必锁了 那能量是什么 能量是释放了的物质 所以爱因斯坦相对论 这个质量货变共识 就在三十年代 作为原子弹制造的一个原理 你在原子 一个很微小的原子 经过高速状态当中的叠变 可以释放巨大的能量 是不是 它成功了 但是这个共识实际上是等价的 就是质量能够转化为能量 能量也同样可以转化为质量 是等价的 但虽然是等价的 我们这个世间的能量 现在还达不到转化为质量的一个现实 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的心 心念就是一个能量 但我们的心念是散的 所以它聚集不到那种一个点上 所以它就到达不了转化质量的那个临界点 它转化不了质量 但是西方极乐世界 那个心是清净的 是不散乱的 所以它那种念头 这种能量 就能够突破那个临界点 转化为质量 你想要件衣服 衣服现前 你想要个屋子 屋子现前 你想要个饮食 饮食现前 你想不要 不要这个质量又转为能量 没有 不需要你洗碗 洗衣服 这不是智能负变功识 在西方极乐世界得到最巧 最高妙的展示吗 所以这是一个高科技的时代 一些众生本具佛性 一些众生本来成佛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就是要令我们都去成佛的 成佛才天下太平 成佛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才得到安慰 如果我们还在凡夫众生 就天下不平 佛就内心又悲悯 所以佛成佛了 他的生活就是伐藏世界 毕罗 扎那 卢萨纳佛的 那种腹底辉煌的境界 是一个与其法德大解脱的境界 是具有法生 报生 硬化生的 那种自在的境界 具有所有的功德 所有光明都是无量的一个境界 这是一切众生本具的 能够我们把无量变成了有量 我们把这种永恒变成了有限 我们把快乐变成了痛苦 这是我们冤枉 所以佛看我们就叫可怜民主 颠倒 现在我们依照佛的话来做 我们也能成为像佛那样的 大自在 大快乐的日子 所以一切众生最高的目标就是成佛 好 我想向你请教 因果的空性如何理解 聂力的空性又如何理解 聂力的性质轻重程度 是否不仅仅于作者有关 还与受者有关呢 例如坏心做好事 知果比坏心做坏事知果轻吗 具体的问题 例如今生加害于一 一不打算报 今生来生永不报 问 家还受报吗 若受如何受呢 这问题一 问二 一不于甲计较 是依发了菩提心 还是依在过去世中欠了甲 不于之计较以作还债呢 令万物皆有佛性之因为何 你还挺有点失辨思维 好 首先了解这个因和果 只要有因有果 这都是原体法 一切原体法 自性本空 也由于自性本空 才能够显出现象上的原生法 所以主法的无我空性的体 跟现象上因果法则的用 正好是辩证统一的 它一定是空的 而且在自性涅槃层面当中 是非因非果的 因果是在原生法的现象的 这样的俗地 又叫假地层面来分辨的 那么如果成佛了 如果正到了无神法人了 这个因果的法则 三世的因果也就没有了 三世因果就好像我们在做个梦 在梦中你没有醒梦的时候 三世因果是真实的 就好像你昨天晚上在梦中被老虎咬 梦中的老虎对你来说是真实的 你也会感觉恐惧的 但是你醒过来之后 你就知道梦中的老虎是假的 这时候你就不会恐惧 但你没有醒过来的时候 你会恐惧的 心跳会加速的 那么三世因果轮回也是这样 我们没有离开三界 见识货没有断的时候 这个三世因果的这种现象 对我们来说是有真实的作用的 但是你断了见识货 正到了人我空 那就没有这个因果了 是这个道理 那么这个涅滴的寿的情况 跟念头有关系 就是心为涅足 心为涅足 这个主要是跟这个做的人的念头有关系 如果他是无心做 在究竟意义上来说 是不受果报的 比如说 我们讲戒律 也对我会谈到这一点 杀戒 如果一个人从 卖堆当中 他要下来 滑下来 他不晓得下面有一个人 坐在那里 他一滑下来 他划的 掉在那个人身上 把那个人 由于这个 划下那个人 就死亡了 那这时候怎么看 那这个 导致这个人死亡的 这个事情 是不是他犯了杀戒呢 他没犯了杀戒 甚至等留罪都不接 无心 所以你看这个 判罪的 我们讲的行为 有动机论者 有效果论者 佛法 他主要是谈动机 就是你的念头 作为业主的这个情况 所以你坏心做好事的果报 坏心做好事之果 坏心它的是出于坏心 它这个念头就是坏的 它的果 比你 比坏心做坏事 你 如果是他当时做好事 他也感觉到是做好事 他也就不是坏心 是吧 所以这个 看你当下这一念 念头 最初的这一念头 落在哪一方面 这是不能自欺欺人的 不能靠以后的效果 来掩盖的 唯有你自己知道 唯有佛菩萨 他知道 也唯有阿纳耶斯的这个印记 你是骗不掉人的 那具体到这个 如果 甲 害了一 一不打算报 那这个甲 竟然害了人家 它害的过程 有它的动机 有它的手段 也有它的结果 当然这个甲是要受报的 那怎么受 就是他这种 如果他的过程当中 他的心发得很重 而且预谋非常周密 下手也非常残忍 那这个报 有时候可以是来报 也可以是现报 比如杀人 杀人的过程 他也是 他有的可能一刀下去 就把人杀死了 他有时候 他恨的是 我杀死的 我还要捅你十刀 那你捅十刀 和你捅一刀 这还是有轻重的了 这种重心呢 你的心太重了 杀心太重了 所以他的果报 就来得重 来得快 那这个乙 虽然被害了 但是他不去计较 这是一个智慧的行为 不需要去计较 如果你去计较 肯定 你就把自己放在 他等同的 因果的方面 所以佛教 要劝人修 忍辱波罗密 好 万物皆有佛性 《华言经》讲 情义无情 同样种子 有情的和无情的 无情包括这个桌椅板凳 山河大地 树木花卉 这叫无情 我们这些有情时的众生 叫有情 从究竟意义上来说 有情的众生 和无情的众生 无情也可以说 众缘和合的东西 像桌子也可以叫它众生 各种因缘合成的一个现象 它也可以成佛 但是它是怎么成佛呢 这里要想到 外部世界的这些东西 树木花卉 衣报环境 它不是一个科体独立的 它是由我们这些众生 心识变现出来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衣报和正报是一体的 是不是 而且衣报是随着正报转的 衣报是从正报里面显现出来的 好 那就是当你这个正报 有情的众生成佛的时候 你所留线的衣报 它也是佛心 就好像西方极乐世界 法藏菩萨发了大愿以后 它成了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之后 西方极乐世界种种的衣报 也具有佛性 它的谁可以讲经说法呀 它的谁可以 随各种人的众生的念头 而显现出来呀 它的鸟都是阿弥陀佛光明 变现出来的 它虚空的音乐都能够 讲出种种法音 令一切人听了 往生日听了 念佛念法念生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也是一切皆成佛的 一个差土 净土 一切包括友情 包括无情 都是成佛的差土 所以你就好像一个太子 他在做太子的时候 你不能说 医报都是他的 但是等他做了皇帝的时候 四海之内莫回王土 那这个 所有的都是他的 所以我们一个菩萨成佛了 他所流现出的医报 也就是佛嘛 是这样理解 不是说这个 这个树自己去成佛 要知道这个树 这个水 这个花 是这个 有情的众生内心流现出来的 这样理解 你大概就不会有什么疑惑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已经快到了时间了 我是一名佛教的初学者 在此次夏令寅前 几乎没有接触过佛学佛经 这次夏令寅使我出动很大 想深入学习 想问修净土法门 该从哪部经看齐 或能否将佛经由浅入身介绍 为我指明方向 如果可以请将几部佛经 由浅入身列出即可 好 你能够初学佛教 这本身就很不容易了 很难得 善根深厚 正好又来东宁寺下的年 东宁寺是净土中的发祥地 而且正好净土念佛法门 是末法众生最当机的一个法门 群众性最普及的一个法门 最简单的一个法门 又是最究竟的法门 最能体现施放祝福 度化众生 离苦得乐 终极本怀的一个法门 所以你能够一下 录到净土法门来 这说明你的善根太深厚了 没有走弯路了 那么从哪部经看起 一般净土是五经一论 净土中五经 我们可能跟大家结缘了 这个经典呢 不一定要看那么多的白话翻译 白话翻译有时候把那个 都翻错了很有可能 翻错了 即便不翻错 也大部分是把深的意思 翻成了浅的意思 这我本人都有感受 我原来也 出版社给我约稿 我写过个净宗法语大观 就是把佛经翻译成白话文 很不容易 它不仅是一个语言文字问题 把它表面的文具给它顺畅 而且里面的微年大意 你能不能把它翻译得出来 它是很不容易的 但一般没有相当的 这种佛法的涵养的人 很难把它翻译得出来 或者仅仅是介绍 也有时候不一定介绍得出来 所以最好是看原点 看原点可能开始比较难一点 孔子也说先难 然后获 真正的学问开始都是比较难的 你难得你坚持下去 你能获得的才是真正的东西 我们不要动不断就搞短平快 这个佛法的修行 要长期的熏洗 熏的过程 所以你净土五经常常看 再就是多看 印光法师文超 这个还有一本农书 这个还有一本农书净土文 可能这是比较浅显一点 这个可能净土时要看过去都不是很好看 这个先从 但是这些东西好像开始都很难读 这就要你多念佛号 通过念佛心比较清静的 智慧开发了 你看这些佛经 看这些印光祖师文超 就会觉得比较容易懂了 做一个简单的功课 一天至少念几千声佛号 然后这个佛经 包括祖师著作 反复去看 看个十遍八遍 就可能慢慢是尝到一点法味 这个要持之以恒 重在恒心 咬住青山不放松 慢慢就能录到 净土法门的灯堂哦 录诗哦 那你就作为阿弥陀佛的学生 弟子 你就有福报了 好 南无阿弥陀佛 今天 如果有福报的 两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